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贵旺骨和老池塘为主的土塘 今天我要特别为这种现象进行分析和讲解 好 现在我们开始 土塘养殖都需要靠水中的藻类来进行整体的生态循环 水藻的作用除了可以让鱼有遮氧的效果以外 还可以将鱼的粪便和饲料残鱼吸收作为营养 以减少水中的阿摩尿浓度 在白天水藻进行光合作用 会将水中的二氧化碳吸收 然后释放出氧气 到了黑夜时段 水藻会和鱼共用水中的氧气 同时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 在正常的情况下 这种循环是没有多大问题 但如果联系几天都属于阴天或雨天 水藻就无法进行光合作用释放出氧气 如果没有太阳的时间过长 会造成水里的含氧量极端性的低 这个时候鱼自然会出现缺氧的现象 而且严重的情况之下 会导致大量的鱼出现死亡 所以在土塘养殖一旦出现阴天或进入夜晚的时段 应该将供氧系统或者是水车打开 以确保含氧量保持在安全的水平 所以第一种现象是来自于缺氧而造成的 为什么我刚才说 这两种死亡现象居大多数都来自于 沸矿湖和老池塘的呢? 其实这两类鱼塘 大部分的长期沉积了非常厚的粪便和饲料产鱼在池底 在这种类型的鱼塘 基本上都会出现两至三层不同水质指标的水体 如果你使用pH探测器探测 你会发现底部中部和顶部的pH值都会不一样 基本上底部都会呈现酸性的现象居多 因为鱼的分辨在沉入到水底之后 池底的细菌会开始进行分解 在这个过程中会耗用非常多的氧气 如果堆积严重 分辨的沉积物在最底层会形成一个无氧区 极易产生硫化氢 硫化氢是一种剧度 只要达到0.2ppm 就足以杀害整个鱼塘的鱼 当下青盆大鱼的时候 池塘的水会被翻过 底部的沉积物和硫化氢会污染整个鱼塘的水体 导致鱼中毒而死亡 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 所以有些人会采用人造池塘 在鱼池的底部做斜坡 使到鱼的分辨可以集中在池底的中央 然后将其排出 这样的方法可以有效的避免这类型的悲剧发生 所以运用废矿壶和老池塘 会有这类型不可控的问题 就算你要处理也非常困难 而且会耗用的不是一个小的成本 所以说对于一些准备入行的人 如果有人要出浪池塘给你 你必须要认真的考虑这些问题 并不是说所有的旧鱼塘都有这样的问题 而是你需要用专业的知识来判断这些可能性存在的隐患 在你判断是否要接这个鱼塘前 你必须想办法取池底的水和泥来进行化验 除了这个池塘中层和上层的水都需要进行取样化验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们有兴趣要学习RS室内养殖课程的话 可以在这段疫情的期间报名参加我的网课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到我的网站 了解更加多的详情 谢谢大家